為什麼中國電視要整它 我覺得這次李文這個事件 讓選秀節目《中國好聲音》 徹底的曝光了 黑幕 其實大陸的節目 選秀節目裡面 黑幕重重傳言很久了 《好聲音》已經這麼多劑 十劑了 因為《好聲音》是一個王牌節目 你想想看台灣以前 于晨慶 周杰倫 蕭敬騰 阿妹 都做過導師 導師陣容非常堅強的 謝霆鋒這些的 他雖然從前面就開始傳聞 為什麼傳聞 台灣為什麼聽到傳聞呢 因為台灣那個時候 有兩個選秀很厲害的節目 一個是《超級偶像》 另外一個是《超級星光大道》 其實很多人都後來 去參加《中國好聲音》 但他們回來都說 被淘汰了 或者不能進去的原因是因為 一去到那邊 只有單位就說要跟你簽長約 大概十年長約 這個長約就是 你的巡演 將來的大陸發展 全部是我們包 那你才能夠晉級 但不能保證你一定得名 但要簽約 因為你是台灣來默默無名的 你先簽約 簽了約我們才讓你能夠試試看 那當然台灣年輕小朋友 大部分是不願意簽這個十年約的 誰會願意花十年去堵住 所以這個耳語就傳到台灣來了 就很多人都知道這個事情 當然大陸也有一些大陸的傳言 大家都知道這個節目 可是為什麼這個節目這麼多年來 一直沒有爆發呢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大陸人的會唱歌的人太多了 所以你看這個節目你發覺出來的前面幾名 都還是前十名都是歌唱得很棒的 所以你不會去管說是什麼黑幕 因為他的人才太多 好聲音太多 所以就把這些黑幕給掩蓋住了 可是沒有想到李文這一次爆發了 那我覺得李文這一次也是用很慘痛 李文也是個咖 是咖 但是我告訴你因為大陸節目他們太大了 尤其是他們節目跟節目之間 就是所謂的衛星電視 這個是浙江衛視的 你要知道大陸幾個大台 浙江衛視 湖南衛視 江蘇衛視 他們幾個大台 東方衛視也存在了很大競爭 那你要知道我自己要這樣看 因為我了解大陸節目 我覺得是李文在大陸走紅 靠的是湖南衛視 因為他的歌手 他歌手有一季得了冠軍 那一屆你看歌手李文每一次表演都極盡全力 然後得了一個冠軍的頭銜 所以就知道湖南衛視對他的栽培 關係是非常好 李文也一頭鑽進大陸的節目裡面 一定要把他的音樂奉獻給大陸節目 好 他是湖南衛視捧出來的 可是這一次好像是浙江衛視 浙江衛視跟湖南衛視是競爭的 而且他不是 這一次他的導師不是第一人選 他是一個原來導師退出了 那個導師是一個聲樂家 男聲樂家也很紅 他顯然就是看不慣節目有黑幕 他做了幾集他就不當導師退出了 說他有事退出了 結果李文是來救火的 那救火你更要謝謝 我跟你講不是 就是因為救火別人看清了他 為什麼呢 因為李文表現什麼呢 李文也太一廂情願了 他已經身體有狀況了 剛剛講他已經可能自己 他為什麼得癌症 你剛剛講明天就要去癌症了 然後患關節都不 節目之後單位還這樣 他都沒有講他完全沒有講他的病痛 要面子嘛 製作單位一火速找他來救火 馬上答應 他後來自己有講啊 幾個晚上不睡覺身體都出狀況了 婚姻也不如意 整個是瀕臨崩潰邊緣 大家想要有節目找我了 我要趕快去 我又開始可以表現了 幾個晚上不睡覺 看學員的資料 準備衣服 馬上就飛到浙江衛視去錄影 好 然後他連片酬都沒談 就你給我多少錢都沒談 我跟你講你這種做法 你身段那麼低 有時候反而會被人家欺負 因為他覺得說你根本就是 你根本什麼都不管 你也不要求 那我們要講說 我還有三個通告 我哪有辦法去 對啊 人家講說你這麼救 人家隨時找你救火 你就隨時來了 表示你很險 而且你很想 我們應該怎麼說 他表示你很想 很想上我們的節目 那我們應該怎麼說 我是不知道 因為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他我覺得沒有談片 他是很熱衷 他說到連命都不要了 我覺得沒有談片酬 是一個很大的致命傷 別人說你連錢都不在乎 那你一定是對這個節目很奉獻 對 他就是很傻 聽說導師的費用很高 當然 多少 每個人價碼不一而足 大概多少 其實我聽說有些 可能到千萬 千萬的 上一集 沒有 就是一季 一整季就是千萬 可能是三四個月吧 這樣比下來 然後要上幾次節目 起碼二十幾次 每次都要在 每次都在 而且他還要教到他的學員 然後陪他們練唱 然後那個其實都要錄的 所以是錄得很綿密 很綿密 不是說只是錄影現場而已 那他這樣去以後 他去了其實 當然他去了 然後我覺得節目單位 也一方面是看清他 二方面 我剛剛講 他是湖南衛視捧出來 浙江衛視對他一直在救火的 然後你後來看 浙江衛視這個編導又很 富三代 是一個很可怕的一個 這次整個節目被查了 也被停了 他不只引起大陸整個網友的 這個抗議 連大陸很多音樂人 像韓紅這種都說 這種節目應該徹查 然後就被查出來 那個富三代 人家不說他上海一條街都有房子嗎 倫敦還有古堡嗎 那個根本不把 他怎麼會把李文放在眼裡 你說李文唱過奧斯卡 唱過什麼 對那個人編導來講 我管你這些幹嘛 你的這些歷史是你的輝煌成就 跟我現在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在裡面 即使他又沒有講他得癌症 我覺得他耗面子 沒有跟人家講說 我要去開刀 我要癌症 他也沒講 他就使出權力來這邊 咬的牙上節目 所以才會爆發第一次那個不公 就是他發覺賽制不公 就喊出來了 對 其實你現在看 他們後來講那個節目 全部人手機都沒收的 老師沒有手機 學員手機 觀眾根本就沒有手機 但你要看 你現在回想起來 因為後來大家陸續 報那個節目黑幕 說手機全都被沒收 他跟那個學員 李文後來不是攙扶嗎 跟他那個學員講說 他們兩個要唱一首歌 那個歌很好聽 本來李文是跟他還 就李文後來發訊息給他說 那你等一下來參我一下什麼的 學員是兩天回來看到 他說因為他完全不知道 他錄影之前 手機就被沒收了 好那你看 如果現場觀眾 根本也不能帶手機 不能偷拍 你看那一段吵架怎麼流出來的 一定是工作人員自己流出來的 剛剛小麥說 李文馬上就答應了 這樣連錢都沒有談 那我們要怎麼辦 就像這樣的狀況 其實沒有 要怎麼樣顯示一下自己 還是有一些分量 對不對 對 顯示要升價 升價 對啊 沒有 我打個岔 他是因為愛音樂 這就是愛到層次了 一般我們不會這樣 他是因為對音樂 已經有這種使命感 一般你都怎樣 我們發你通告 你都怎麼弄 我其實也都不問 我有通告就趕快來上 對 你應該講 我有三個通告 沒有 因為我們通告 我看看 我推推看 通告本來就不多 所以就OK 以一個二十八年 這麼資深的一個歌手 而且是宏集華人 在那個什麼全球 這個這麼top的一個歌手 有必要做到這樣嗎 他說他錄這個中國好聲音 他是從小錄到晚 連一口東西都不能吃 結果這個也是人家爆料的 就是說後來他真的餓到受不了 然後鏡頭比方說 現在帶到鄭大哥這邊 然後他真的很餓 他就偷偷地吃了一口香蕉 結果那時候副導演 就馬上就出聲就罵他 就是說我現在在帶鏡頭 我在對燈光 你這樣我怎麼進行 他說然後那個當場 聽說那個李文就有點紅了眼眶 一個二十八年這麼一個 所以難道難怪他會這麼痛心起手 你看他那個聲音 我的印象中的李文是什麼 非常隨和 講話輕聲細語的 什麼都好好好 他可以說這是羞辱 是帶著哽咽說這是羞辱 我就不知道 如果我們可能也沒辦法 忍受這件事情吧 對不對 所以他居然可以 可以為了就是說 我就犧牲奉獻 可以這麼配合度這麼高 這個也真的是 讓大家都疊過眼鏡 這就C型人格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